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台湾有多个世界排名第一的电动车革命 林阳现在手握大单 东阳的营收也大爆发 所以看起来市场的资金人气都往这块轮 还有没有市场没挖掘到的黑马骨 我想其实整体的一个车点 我们还是持续都看好 现阶段大家可以发现 在涨的都好像跟我们过去熟悉的又不太一样 它都来到位阶比较低的 然后这波没有涨到的 今天其实在整体的充电状 也非常的一个统一在往上走 像飞鸿是我们上个星期有跟大家报告 在机械附近大家去留意 那你看从上个星期到现在 短短几个假日 它又在创挡破弹反弹高点 也不受大盘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我要提醒投资朋友 操作的策略就是你要提前布局卡位 那像2401的林阳 今天跳空大涨 我们也是在礼拜日跟大家报告 当时有说它具有IPC制裁 又有车用的一个题材 那么你如果在这边位置布局的话 上档的话 先来去挑战一下季线 那你看今天就已经快要接近季线了 所以你还是低档布局有机会 那如果再把它做一个扩演的话 充电桩 除能电池也是会限量的题材 尤其在除能电池的部分 又跟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就是跳电 昨天的中山区内户区有跳电 影响了5000多户的一个电力使用 所以今天一个最大的新闻是 台电真是宣布了一个强化电网的 任性建设计划 它在10年内投入5645亿 全面提升全国电网 面对突发事故的因应能力 那在整个电厂职工园区 要有五大电厂配对 七大园区 把三分之一的直送用电 大户 那对直接收费 当然就是重点设备 像1513的中心电 1519的华晨 1514的雅力 这些的相关概念股 但这些股票其实已经涨一段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你除了有所谓的电力收费之后 那如果还有车用概念的话 我觉得机会就非常好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回头来 继续来看这两个股 就是代号4931的新胜利 那新胜利 其实它主要的一个产品 有三个 一个是所谓的动力工具 也就是加了电池 离电池的这种电动工具 第二个就是除能系统 这个是它这几年 中一样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 第三个就是轻型的 电动交通工具 就是所谓的100个相关的 除能电池的一个动力电池 那今年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还有资料中心的一个备源电池 因为现阶段大家在整体的一个 伺服器的一个 整的的一个配置越来越高 然后整体的使用量越来越大 所以它在这一块也有涉猎 那当然我觉得在今天的一个题材里面 关键还是在于说 整体的一个市场资金不太够 所以你在操作的话 我会建议先去找相关族群里面 强势个股 那中低价位具备有未来长期趋势的 那你要去看到有没有同意 就是当然第一个题材 事实上是是不是市场上 现在所认同的 车用 然后再加上除能这个电力系统 再来就是看到基本面的业绩部分 4931的新生意 它的8月营收 才刚刚串的进气性高 8月份的营收是月增55% 年增157% 所以它从去年的10月开始 就是一路的年增了 所以它去年的年度是亏6毛3 但今年的上半年就赚了1.11 好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报告 像这种个股 前两天才创了反弹的一个高点之后 已经拉回来修正 接近到月线 你觉得月线差不多这地方会有支撑力量吗 我认为在这里应该就会有机会 因为它的一个扣底位置来讲 季限现阶段也已经是扣底到低值 那未来几个加烟日 如果不动 季限它就已经要准备往上翻扬 那当然如果它有几跌到季限 那当然是更好的加码点 但是就整体的一个策略来讲 这里应该是利用大盘在压回的时候 来去做分低的一个布局提前卡位 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 好 那封路我们也快速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其实呢 在今天的一个盘面当中 有今天蛮多的一些车用题材以外 平盖链个股表现也相对的一个强 你会怎么做观察 目前大盘如果真的要指纹反攻 还是看电子吗 整体的要讲 我往上攻的话 一定得要电子来往上带上 才会有足够的人气 但电子里面包括车用电子 还有就是半导体 我觉得应该是盘面的主流 你来看今天的一个盘面 相关的半导体供应链里面 像1770的上品 这个还是持续在高点往上走 包括4768的精神科技 投信居然在昨天 才加大了一个买盘 今天又创了接近限高 所以半导体设备相关的股票 如果能够带动 台积电再指纹 再往上攻 整体的气势就会起来 只不过这边投资品 在操作布局的时候 一定务必要分批布局 再往上看